今天台北股市中场是下跌109点 收在12,670点 成交量是2,159亿 还是怎么做解析 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了 首先欢迎到的是华信头顾张大文分析师 老师好 婷娟好 我们东森全国同学大家好 第二欢迎到是陈义群分析师 义群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天排面上怎么观察掌握 先为您来请教张大文分析师 其实不管怎么分析 张老师还是一样 真正十分地关心全国投资朋友 你来股市不是看热闹的 你有没有真正利用这一波的多头行情 帮自己好好地把握一个大波段的财富的获利 这才是重点 不是来每天分析的头头是道 我问你你要怎么操作 你要怎么买 赚钱除了要有正确的观念 还要有正确的操作策略 还要有正确的资金的配置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绝大部分来看我的投资朋友 都有一个共通点 都有一个共并 共同的通并 就是持股怎样 永远鸿海两张 可乘两张 国剧两张 台硕两张 对不对 玉君光一张 就爆了一大堆 都十几档 二十档几档 甚至我看过最夸张的 一个大姐 几个月前来找我 当时四月份来找我 持股 真的我对天发誓 我亲眼看的 两百多档 但是资产很多 几千万 但是爆了两百多档 所以搞得有的股票 已经下市了 他都不知道 夫妻俩都八十多岁了 搞了两百多档 你怎么赚钱呢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 四月底五月份来找我 那时候导播看一下 大盘在哪里 从四月底 大盘 你看到吗 大盘那时候在一万点附近 你看一万点 你看到七月份 涨到三千 是不是涨到三千点 所以他那时候来找我 我跟他二话不说 我两百多档 我说你全部卖掉 他听了愣住 张老师你怎么搞错 我说股票 有的爆了二三十年了 我爆二三十年有什么用 股票要会涨才有用 并不是你爆多少年 你跟他有感情了 他会涨吗 对不对 那时候两百多档 我二话不说全部卖掉 然后叫他全部去重压 欲君光 来导播你看一下 打欲君光 你亲眼看一下 那四月底来找我 欲君光 是不是从四百涨到八百 是不是四百万变八百万 是不是一千万变两千万 这是大钱 但如果那时候四月底没来找我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这一波台股涨了三四千点 很多人赚不到钱 来我举个很简单 从四月底当时 你自己亲眼看 当时四百多块的欲君光 涨到八百 但当时很多人去买什么 国具来二三二七打一下 四百多块 今天三百八 你情何以堪 你说国具不是好公司吗 当然好公司 好公司好股票赚钱 但是股价不涨 所以欲君光从四百涨到八百 你当时去报国具 报欠 对不对 国具从四百多 跌到三百多 甚至五月份当时 很多财经节目 跟你在那边吹嘘 生计股 当时我特别在节目中 警告大家不能碰的 保龄球有没有 保龄富仅 你看一下 一百八杀到一百 所以告诉你 大盘涨了三千点 很多股票你是赔钱 不仅保龄富 很多人说这可能生计股 那我跟你再看看 可乘好不好 平盖股 你告诉我 从五月份报到现在 两百四 现在两百二 你赚钱了吗 来 很多人说这可能 今年不赚钱 我跟你讲 台湾最赚钱的公司 什么 大立光 来看一看大立光 你从五月份 四千四 四千三 今天三千九 所以你要弄清楚 台面上跟你讲的 这么细腻的很少 每个都是每天跟你 三大族群 五大族群 长得跟你讲 叠了都不讲 对不对 很多人讲 这个电子股 这不是机油股 我给你看看机油股 好不好 传机油股 台朔 来看一下台朔 1301 你告诉我嘛 五月份 六月份 八十九 现在七十几块 这就告诉你 台股从五月份 又涨了三千点 几乎绝大部分的股票 散户是赔钱的 除非你当时五月份 懂得跟我们 重压郁军光 来再看一下郁军光 对不对 四百变八百 当时重压联发科 来看一下 联发科 三百变七百 所以操作股票 你一定要懂得 锁定主流的 这种操作的 这种策略 绝对不是 可乘两张 国据两张 台数两张 是吧 什么都两张 我跟你讲 你不要搞了 你不可能赚钱的 因为你连主流什么 你都不知道 你怎么赚钱 只有锁定主流 那主流你要从筹码结构 大物筹码 到底进货出货 这个要清清楚楚 大物进货 股价当然大涨 但大物出货 很抱歉 将来要大跌 对不对 所以赚钱 要有正确的观念 只有锁定主流 强势股 你才有资格去享受 大波段的获利 对不对 那你乱买股票 很抱歉 你保证满手套牢 对不对 只有锁定主流 你才能享受 波段的获利 来 今年三月份 当时崩到8500 对不对 当时你如果不懂得 跟着我们重压 金像电 联发科 玉君光 你是赚不到钱的 台股涨了4000多点 创了历史新高 你赚钱了吗 今年你不懂得 从三月份 重压 金像电 玉君光 联发科 你看看是300电 变800 六月份再请你重压 金星科创意利基 是不是800变1000多 今年如果你不懂得 重压这些股票 你根本赚不到钱的 自己亲眼看看 报纸怎么写的 台股今年是一个台股 一国两制 将近80%的股票 叫做僵尸股 所以我刚刚给你看了 五月份你去买国具 买大力光 买可乘 买台硕 这都是好公司 你通通赔钱 很夸张 对不对 大盘涨了3000点 结果你的好股票 通通赔钱 所以这个告诉你 今天 锁定主流的重要性 好 大家在见证 张老师大无筹码的奇迹 三月份台股崩到8500 当时我是怎么带着 全国同学 重压金像店的 怎么样享受大波段获利 来 我们把证据拿出来 全国同学 三月份台股崩到8500 全世界股灾 自己亲眼看一下 这个是脸书 全世界脸书 数十亿的 数十亿的脸书的 对不对 数十亿的脸书的用者 替张大文做见证 我不要跟你什么 对不对 跟你事后马后炮 这是我3月15号 在脸书 全世界的脸书 Facebook公开 12点3分 我跟全世界 全国投资朋友 全世界投资朋友 不光台湾 脸书全世界 几十亿人都在看 我说锁定主流 大波段获利 当时我请大家重压什么 镜像店 当时十几块 你告诉我 全中华民国 在3月份敢跟你 叫你重压镜像店的 除了张大文 有第二个老师吗 我不是今天事后来跟你讲 3月份 从十几块 你看看今天镜像店 多夸张 台股间跌了白点 镜像店照样涨停 自己亲眼看一下 所有从3月份 十几块 二十几块 跟着我们一路拉回 重压大买 你告诉我赚几倍 是不是一百万 变四百多万 赚钱难不难 但是你3月份 你敢买镜像店吗 你懂得重压吗 对不对 这在脸书 所以有时候看看 我的脸书 你都会捡到好东西 我告诉你 3月15号 这是脸书 数十亿全台 全地球的人 替张老师做健身 好不好 来 再来今年一路跟你分享 联发哥 郁军光 联发哥从200多 300多 400 500 大家自己亲眼看一下 嘎到700多 十张400多万 郁军光更精彩 从200多 400多 500 600 天天请你重压 嘎到800 你告诉我赚多少 是不是10张500万 大家都亲眼看到 那这些都过去了 我要强调这些都过去了 对吧 现在金像店也不可能十几块 郁军光联发哥也不可能两三百块 那都过去了 但是赚钱还是要有机会 赚钱你要把同样的这个model 同样的这个process 这个过程 对不对 同样的这个程式 你要把它复制 对不对 为什么我三月份 请全世界在脸书公开 请你重压 金像店十几块 当时讲得很清楚 对不对 云端时代来临 宅经济来临 大家躲在家里 结果宅经济 对不对 云端需求 那金像店就是做云端 PCB台湾最大的厂 那答案就很简单 好 那都过去了 未来谁会涨 我从七月份 一路一路跟你预告 谁会涨 谁会涨 苓盖 iPhone 我请你重压什么 AirPod 从七月份 一路一路一路 请你重压谁 美绿 从130多块 大家自己亲眼看看 七月二十号还在140 你看一下我在七月二十三号 九点五十七分 发给全国同学 瓶盖商机美绿 第三季大波段行情 正式展开 货源持股 请提高到三成以上 把握第三季大波段货力操作 这才是让你赚钱的方法 不是每天跟你三大族群 五大族群 然后每一个族群 介绍三档股票 那搞个十几档股票 那你要买什么 所以在七月份 我们请全国同学 重压美绿 这是一般的同学的指令 你美绿最少给我三成以上 你不要说 我跟你讲美绿会涨 你给我买个一张两张 那拜托你不要买 你不要浪费我们的主流 对不对 所有全国同学 提高到三成 对不对 那我们所有清代的同学 不啰嗦嘛 做股票两三百万 谁没有呢 有两百多万 就给我压二十张嘛 有三百多万 你就给我压三十张嘛 对不对 三十张也不够三百多万 七月初一个大姐来找我 很有意思 股票也是十几档 十几档 有什么呢 有鸿海 有可乘 还有吻帽 当然还有郁军光 七月初来找我 我跟他讲二话不讲 全部卖掉 重压美绿 算一下资金有四百万出头 你买三十张美绿重压 他当时呛我 张老师 我这个鸿海 我报了好久 你报好久我干嘛 马上会大涨的股票 你才要重压 不会涨的股票 你报到干什么 导播我们看一下 从七月份就好了 七月份 导播七月份放大一点 七月份 你看看 七月份他当时有什么 有鸿海 来导播看一下 七月份再放大一点 七月份再放大一点 你看看 你七月份报鸿海 你告诉我你今天赚钱吗 七月份可乘 来看一下 到今天赚钱吗 两百三 现在两百二 两百一 还有稳帽 七月份你去追稳帽 你赚钱吗 三百五打到两百八 对不对 七月份你看 郁军光更惨 八百跌到六百 但七月份来找我 我叫他所有的资金 十多档股票 全部卖掉 算一算四百多万 我重压 美绿三十张 来导播看一下美绿 你自己告诉我 三十张 从一百三 一百四 达到一百七十二 三十张你说赚多少 三十张是不是将近快九十多万 对不对 这才是赚钱的方法 不是每天三大族群 五大族群 你抱一大堆 有用吗 鸿海是好股票 可乘是好股票 七月份稳帽好股票 就是你通通赔钱 七月份以来 你要懂得重压美绿 你才能享受到这三十块的 大破断的获利 是还不是 大家亲眼看到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从三月份 七月份重压美绿 从一百三 一百四 对不对 七月二十三 还在一百四多 对不对 最少三成以上 你不要啰嗦 你不要跟我说 这美绿我买两张 买一张 拜托拜托 你不要浪费我的主流 好不好 主流出现 你要珍惜它 要懂得资金配置重要 你这样才能享受 大破断的获利 对不对 三十二 一五九 一六七 一六九 你看看 上礼拜一七月 你告诉我 所有七月份 你听我的话 是不是一个月不到 十张是不是三十万 十张要多少 一百多万 你没有一百多万吗 对不对 所以你七月份以来 你一百多万 赚不到三十万的 对不对 十张一百多万 你一百多万 看不到三十万的 二十张也不够两百多万 你两百多万 看不到六十万 三十张也不够四百万 你四百万 看不到一百万 你赶快来找我 表示你的操作策略 有问题吗 对不对 每天这个两张 那个两张 那个两张 你抱了一大堆 开张货店 你永远不要想赚钱 所有七月份 听我话了 老老实实 资金锁定美率重压 你告诉我 十张三十万 二十张六十万 三十张不就九十万吗 我们很多清代的都已经七八十张了 七八十张也不够七八百万而已 你要融资也不够三四百万 了解吗 所以赚钱要有方法 要有策略 不是抱了一大堆 没有用 好不好 好 那从上个礼拜 我已经跟大家讲了 接下来请你把目标 主流锁定在哪里 被动元件 有没有 大家帮我做见证 从前两个礼拜 我跟你讲买什么 奇力星 那奇力星的 对不对 这个 这个 资料我也跟你讲很多了 全世界第三大电感 七月营售创新高 电动车又打入Tesla 手机打入三星 最终要今年EPS获利上看八块 那两个礼拜前才八十几块 本一笔居然才十倍 台股创历史新高 本一笔还有十倍的 有谁啊 对不对 我不讲别的 我讲一档股票就好了 今年EPS大概也就八九块了 四星 四星 现在四星多少 股价 对不对 导播打一下四星多少 七百 同样赚八九块的四星 股价现在七百 那奇力星 两个礼拜前 同样今年上看八块 股价多少 才八十多块 当然要买嘛 重压嘛 对不对 从八十多 九十多 九十七 告诉你什么时候会看百 什么时候会看百 结果呢 106 108 你告诉我 短短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十张八十多万 你没有八十多万吗 十张八十几万就看到二十万了 二十张就四十万了 我们很多同学已经是五十张了嘛 最少三五十张起跳嘛 三十张不就六十万 五十张呢 不就一百万吗 不到一个月时间 五十张奇力星又让你看到了百万的这样一个行情了 所以赚钱真的不是问题 问题是你要买什么 怎么买 好不好 不要每天五大族群搞了半天 每一个族群买三档 你就不要搞了 好不好 好 奇力星这短短一个多礼拜 十张二十万 三十张六十万 五十张又是一百万 好不好 好 那前两天跟你讲了 奇力星大涨之后 也会带动什么 被动元件 No.2 有没有 前两天特别叮咛你 这档股票很有意思 第二季的获利倍增 今年的EPS上看十三块 股价也才一百七十多块 对不对 今天台股大家很清楚 重挫百点 没错吧 来找个大盘今天走势打一下 今天台股走势 对不对 重挫百点 昨天还在一百七十多块 你告诉我今天多少 今天已经稳稳地突破一百八了 今天收盘已经稳稳地占到一百八以上 跟奇力星一样 已经稳稳地占到一百块以上 好不好 奇力星要涨到哪 被动元件二号 今天已经一百八十多块了 接下来什么时候看到一百九 什么时候看到两百 好好考考自己 问问自己 好不好 还没赚到钱的 这一波被动元件大波段的行情 你务必要把握 被动元件 这一波第三季的目标价 想把握第三季大波段 获利操作的投资朋友 今天务必把握来电 共襄胜举 好 那么更多的操作 今天管会来 我们继续在一起 请张老师帮大家做进一步的分析 欢迎回到大户从马论进步的个股掌握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 赚钱是大家的目标 但是你要有正确的策略 正确的方法 正确的资金有效配置 绝对不是一年到头 可乘两张 鸿海两张 稳帽两张 对不对 国具两张 每天开杂货店 就搞了一辈子 你都看不到大波段的获利 是不是 好 今年从三月份 你错过金像店 玉君光 联发哥 三百变八百 今天金像店还在涨停 对不对 错过这些的 我从七月份告诉你 未来谁会大涨 瓶盖 瓶盖 Airport Airport 谁啊 美绿 所有七月份听我们的建议 全力开始资金 重压锁定在美绿的 对不对 一百三 一百四 七月二三号 有没有 还在一百四多块 特别特别交代你 持股提高到三成以上 当主流出来的时候 你不要在那边买一张两张 你这样赚不到钱的 然后其他股票爆了一大堆 当主流出来的时候 你要懂得把资金有效的配置 转换到主流身上 这才会有出息 对不对 小孩生了一大堆 还不如一个周杰伦有用 对不对 当主流出来的时候 资金要懂得重压 对不对 一百五 一百六 对不对 一百七 自己看看 所有七月份 你接受张老师的建议 所有七月份来找我们的同学 很清楚 全国来找我的东森同学 资金不管你有十几档 二十档 三十档股票 全部卖掉重压美绿 就这么简单 对不对 那很简单 当时有一百多万 你就给我买十张 两百多万就二十张 三百多万你就给我买三十张 我们很多同学买到五十张 八十张的一大堆 结果五十张多少 五十张是不是就一百五十多万 三十张是不是就一百万 所以赚钱不难 你看看七月份 你三百多万 换个三十张的美绿 三百多万 你就可以看到一百万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 是不是 所以赚钱 你要懂得把握timing 资金的配置 好不好 那再来错过美绿的 从上礼拜 是不是告诉你 前两礼拜 被动元件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奇力星 我们首先锁定的就是奇力星 对不对 它现在已经电感 已经满载了 工厂满载了 所以我们第一个锁定奇力星 从八十多块 九十多块 是不是 特别叮嘴嘴 何时会看到百呢 结果呢 106 108.5 自己看看 不到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你听我的话 奇力星 十张二十万 二十张四十万 我们很多同学 已经是四五十张了 对不对 四十张八十万 五十张不就一百万了吗 又是钱了 好不好 奇力星 涨完了没有 奇力星 这个礼拜 拉回在一百块附近 支撑 手的还是不错的 好不好 那奇力星拉回来 导播看一下 奇力星K线好了 放大一点 就这个礼拜好了 二四五六 然后看到没有 这礼拜高档整理 但是有没有看到 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它一百块从来没有跌破 那你要懂这是什么意思 好不好 一百块手稳 接下来奇力星会往哪里发展 赶快跟上脚步 奇力星要涨到哪 好不好 再来跟你报告 奇力星大涨了将近三成之后 被动元件二号 二开头的 对不对 昨天还在一百七十多块 今天台股重挫百点 结果大涨已经稳稳的 一百八十块以上 好不好 所以这一波第三季 都还没有赚到钱的 头头朋友 我再一次的 对不对 寄金像电 联发科 郁军光 美律 我在 对不对 恳请你 给自己一个赚钱机会 给你一个赚钱机会 好不好 赶快来找张老师 赶快跟上脚步 赶快懂得锁定主流 资金要懂得配置 赶快来找我 那这一波被动元件的目标价 想把握大波段获利的 欢迎今天 务必来电 共襄胜举 好 非常感谢来宾的分享 提醒观众朋友 节目当中的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还是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风险 祝你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